想要对抗病毒除了打疫苗 还可以透过饮食增加免疫力 营养师就建议可以补充这四种营养素 维生素A、C、D和Omega3 像是吃深绿色蔬菜、柑橘类、蛋、牛奶等 其中台湾人最缺乏的维生素D 更是避免重症的关键之一 知道说在维生素D的部分 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所谓的肾素 还有肾上肾素这一块的免疫调节的部分 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黏膜呼吸道的免疫上的调节 早晚一杯奶 适当的晒太阳大概15分钟 如何摄取维生素D 医师表示晒太阳可以补充最多 那居家隔离者可以怎么做 有时候是隔离的关系 或者是说它可能平常外出的机会少 晒太阳机会也少 或者是有一些自己做了一些 过多的一些物理性保护 那这种情况之下都会影响到 我们维生素D的一个吸收 这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外源性的补充 那这就可以从所谓的食物 或者是健康食品中去获得 另外高龄与慢性病患者是染疫后 容易转重症的高风险族群 医师建议 若是身体功能无法获得良好的吸收 就必须仰赖食物及健康食品等外部补充 提升自我的保护力 大安新闻徐英豪台北报道